有一次主持人问空手刀冠军罗里士,也有意为诺里斯,你与李小龙对战过吗?罗里士,怎么可能?我是职业的,他是业余的。 另一个采访,主持人问罗里士的儿子,如果李小龙与父亲交手,结果会怎么样?罗里士的儿子满脸不屑,我父亲会杀了他。 罗里士与李小龙结识于1968年,当时李小龙凭电视剧《清风侠》获得一些关注,正在某剧组当武术指导,罗里士则刚刚获得一项空手道比赛的冠军,李小龙当时就定下约定,以后一起演一部功夫片。 随后,罗里士在李小龙拳馆练了两年拳,一般认为,罗里士算是李小龙的徒弟,但罗里士在采访中否认,称自己只是在那独自训练。 李小龙赴港拍电影获得巨大成功,罗里士则拿下全美空手道冠军。 到了1972年,李小龙从香港给罗里士打来电话,我自编自导了一部电影,我设计了一幕场景,我俩在古罗马斗兽场上决斗。 罗里士,那谁赢了?李小龙,当然是我,我是主角。 罗里士,我可是世界空手道冠军。李小龙,打的就是冠军,我要杀了你。 于是,两人在猛龙过江里,在空旷的古罗马斗兽场,贡献了一场精彩分成的格斗。 李小龙灵活的X-4站位,迅疾的拳腿速度,以小打大,成为影史经典。 罗里士身高183,体重75公斤。 李小龙身高173,体重68公斤。 李小龙无论是身高体重都比罗里士弱,但在电影里,输的却是罗里士。 李小龙生前,罗里士对李小龙夸赞有加,称之为武术奇才。 多年以后,罗里士变脸了,不承认自己曾是李小龙的弟子, 更把李小龙说成业余选手。 罗里士的儿子更是认为,李小龙与他父亲比,不值一提。 这引发了轩然大波,李小龙究竟能不能打,成为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。 一种观点认为,李小龙只是一名功夫片演员,只会花拳绣腿,没有真功夫。 他没有留下有记录的对战实战。 一种观点是,李小龙是当之无愧的武术家,超越时代的武者,截拳道创始人,妈妈的启蒙者。 李小龙去过空手道比赛的现场,但是是作为表演嘉宾去的。 这些有视频、图片为证。 李小龙表演了队练以及寸拳。 李小龙用寸拳将一名大汉积疏极迷远,有记载的正式格斗,是1964年。 李小龙在西雅图开武馆时,广受外国学徒,引发当地华人武术界不满。 他们推举黄泽民钱去踢馆。 李小龙接受挑战。 当时在场目击者有九人,包括李小龙的妻子琳达。 经过三分钟的较量,李小龙击败了黄泽民。 尽管结果是无法推翻的,但是双方对场面的表述大相径庭。 李小龙方这样描述,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。 黄泽民三招就败了,他像个小丑一样四处躲避。 李小龙追击他耗费了不少体力,导致用时过多。 黄泽民方这样描述,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。 李小龙使用了锁喉踢荡等必杀技,使黄泽民的正派功夫无法施展,因而遗憾落败。 这时,我们再回头说一下李小龙跟罗里士的决斗。 罗里士说他没有跟李小龙决斗过,他可是世界冠军,怎么可能输给李小龙? 但猛龙过江的幕后老板却是这样说的,我和罗里士喝酒,他喝醉时承认了,在生死决斗时败给了李小龙。 罗里士的背信弃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在早1973年,罗里士因某一件事情对不起李小龙,就曾道歉过李小龙,并且还送上了致歉信。 时隔多年,李小龙同时代的人走了也差不多了,对于李小龙的争议越发多了起来。 要了解这位功夫巨星,要从当时的资料去分析。 一位美国作家马修波利,通过多年的实地走访、采访,放遍了一百多位李小龙的亲人、朋友、徒弟、合作伙伴、同代人。 得到第一手的详实资料,写出厚厚的李小龙,神话和真实,将李小龙短短一生的经历,巨细无遗地展现出来。 马修波利是个奇人,对功夫有莫大兴趣的他,为了了解真实的少林功夫,直接去少林寺学了两年功夫,写出少林很忙。 他写的文字,以实证为基础,有很大的参考度。 在李小龙,神话和真实里,他真实地还原了这位传奇巨星的人生,李小龙能不能打? 你去看看他的徒弟,同时代的武术家们怎么说,就明白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留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